林更新怎会舍不得赵丽颖而选王立坤?两个原因流露出她的感情观。 从《花青谷》到《楚桥》,赵丽颖可谓是稀粉无数,从老到少不同年龄层都有她的粉丝。 当时拍这部作品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她跟林更新非常的登顿,尤其是在剧作播出之后很多粉都希望现实生活里的她们能够走到一起。 两个人虽然也有交流和互动,但是看起来并没有恋爱的兆头,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里,也有不少爆料说更新已经选择了立坤做女朋友,两个人的恋情也算是默认公开了。 加上被好友又停晒黑照意外时捶了两人的恋情,网友们也在心中默认了两人的恋情。 但是不少网友也会有个疑问,为什么选择了立坤而不是丽颖? 在这部作品中,两人分别是男女主角的关系,在演技上也相当的不分伯仲,关键是搭配的相当的默契,所以两个人在私下生活当中也是相当友好的,甚至在春节时期丽颖还用表情包向更新扮演索要红包。 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会走到一起,经常会把他们两个拼成一对,觉得他们非常默契也非常的合适。 可惜最近不仅有媒体对更新和立坤的恋情追踪报道,还有好友又停出言坐时两人的恋情。 当然,很多人在谈吉他的恋情的时候也会想要知道为什么没有选择立坤,知情的人也道出了不选择的原因。 据说不选择丽颖是有两方面原因的,首要原因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的不错,这种关系介于友情和亲情之间,没有涉及到爱情这一层面,也就是说两人不对脸。 所以丽颖在知道了她和立坤的恋情之后也是选择了祝福。 其次就是更新认识立坤的时间要早于利益,而且当年她就表示过非常欣赏立坤的性格,包括她所经历的事情,毕竟当时的立坤是出身草跟演员,不仅有自己的主见,为人也比较热情善良。 尤其是她的那种热情,能够很轻易地感染到身边的人,这是别的人没有的东西,也难怪更新会对她比较钟情。 也许正是因为她的身上有着这么多的优点、特质,才吸引到了更新的关注与爱慕。 虽然两人的恋情让网友们非常的震惊,不敢相信他们会走到一起,对这段恋情也有人提出质疑。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两人的恋情,所以即便是不相信也是徒劳了。 更新没有选择丽莹,但是丽莹现在过得也顺风顺水,在事业上非常的不错,可谓是春风得意,所以没有爱情的她,也并不会损失什么。 既然两人都有自己得意的东西,又何必去介意是谁给的呢? Lun Sang 混音 Lun Sang 混音 Lun Sang 混音